蔡依林登上The Force Attack 玩送里玫瑰少年也太好听了吧 蔡依林成为台湾第二位登上YouTube 频道The Force Attack的歌手 该频道以及一镜到底的特色 搭配纯白背景麦克风和简单配乐而文明 订阅人数接近800万 官方在今天5日发布了预告 宣布蔡依林将在晚上9点亮相 这一消息让粉丝们异常兴奋 在今天5日早上 The Force Attack的官方Instagram现实 动态中惊喜发布了蔡依林即将登场的影片 影片中蔡依林现身后 先深吸一口气放松情绪 可见即使是天后也对这种 一镜到底的方式有些紧张 她对着吉他手说准备好了吗 随后自信的说 Let us go 蔡依林还转发了这条动态 Ping写道一次能听到心脏跳动的表演 The Force Attack频道于2019年开通 最大特色就是一镜到底 One Take 整个过程没有剪接或重新录制的机会 即使出现失误也会完整记录下来 相当考验歌手的唱功 该频道曾邀请过许多日本乐坛的重量级人物 包括Yasobi和鬼灭之刃的歌机VSA Ping创下了超过一亿次观看的记录 连歌手艾威儿 Ebru LaVin也曾上台 台湾歌手维里安成为该频道的第一位登场艺人 而现在曝光的蔡依林也将登上该频道 视频将于今晚9点上架 令粉丝们相当期待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